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8月4日,在昆明铁路国际班列海关监管场所 一批价值22万元的汽车配件 经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验访 搭乘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 由昆明发往老挝万象 这是云南省内首票国际货物通过铁路快通模式出口 自6月30日,昆明铁路国际班列海关监管场所投入运行以来 昆明海关一累计监管验放 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38列 发运集装箱1810标准箱 总货运量达2.14万吨 货值达6.01亿元 铁路快通模式 实现了海关对铁路舱单电子数据无止化审核 放行、核销 企业无需另行申报办理转关手续 海关就可以完成对进出口货物转关运输环节的监管 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 为持续发挥昆明铁路国际班列海关监管场所快速通 顺势简 随时办的功能优势 边中海关在前期主动对接铁路部门和厂战运为管理方 建立沟通联系机制 组织一贵多票 一票多贵的多场景通关模式推演 在严密监管 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服务之效 建立通关现场引导制度 主动贴身对接 逐向解决货物通关问题 截至8月4日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8个月以来 昆明海关一类即监管宴 放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00万吨 货运总值达90.6亿元 目前 国内已有21个省区 是先后开行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 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 泰国 新加坡等共建一带移入国家和地区 跨境货物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 1000加外人自阅读800加万字 1000加多群的支付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 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支付阿米跨境